之所以说藏家的认知水平能决定他自己的品位 以及他收藏的作品未来的价格和价值 就是因为这些艺术作品本身 他在以往的时代当中 都是由那些当时有特定的认知和特定的建厂品位的那些收藏家进行主导的 艺术品本身从他当初创作的时期来讲 优秀的艺术品都没有考虑过钱 也就是说他只是妄理投入资金 当初建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考虑到 他将来他这些艺术作品到底能赚多少钱 中国古代的官瑶瓷器 在智慈的鼎盛时期 都是为了追求作品的完美不惜功本 包括这些制作的废品 都有那些逐步淘汰销毁的制度 因此像那样的作品 在西方的艺术当中也是一样 非常著名的一些 你比如说过去那些古典的建筑 一建建几十年上百年 这都不足为奇 你像这样的作品 他在建的时候根本就没考虑到他赚钱 正是因为他排除了金钱的干扰 他才能创作出那些杰出的东西 在这种艺术的产生以及他这个表现形式上 所用的技巧技法来讲 凡是这些高度需要这些艺术家创作的作品 在当初诞生的时候都没有考虑过赚钱的问题 那么正是由于他当初这种不计工本的投入 致使后世的这个藏家 在收藏和理解这类作品的时候 能把他与这些高价成交的这些市场价格联系在一起 正是由于当初这些艺术作品的技巧技法的高超 致使后世无法仿制或无法企及 因此后世的藏家才给予他很高的这个估价 但是对于这些高价呀 那也得看后世的哪些藏家理解这些作品 当初创作这些作品呢 他的这个艰难和繁复这个程度到底能达到多高 他才能最终呢 正确的评估这件作品的艺术性 以及他的市场价格 就是收藏这些古典性的作品 你比如说不管是东方的古典作品 还是西方的古典作品 他都需要这个藏家 对当初的那些艺术家 以及他这些艺术作品产生的那个背景啊 得有感同身受的那个理解 他才能认知这类作品 之所以有的那个藏家呀 他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说 他总是分不出真伪 就是按我们所说的 通常最通俗的就是说真伪 实际这个真伪啊 就是一种对当初创作这些艺术作品 艺术家的一种理解 你理解了他的创作 理解了他产生的那个年代 自然你就能辨别 这类作品所谓的真伪 那么对这些呀 很难企及复制的这些作品呢 对他的这个理解呀 那只能由藏家 通过自己的这个识别 去体验 去回背呀 这种具有多有特征的这种作品 而藏家呀 在这个艺术品市场当中啊 不管花多高的价钱呢 购买这个艺术品实际就是表现了一种 他对这些作品的认识和理解啊 因为你不认识不理解的话 你花这些钱呢 那可能就属于是那种 没有目的盲目跟风凑热闹的 因此啊 对于藏家的这种认知啊 他不管是你这个藏家有钱和没钱呢 通过收藏啊 达到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他只不过就是那个有钱的藏家呀 他可以通过花钱呢 快速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 你比如说你在这些著名的藏家 和著名的拍卖行 购买这些作品的时候啊 他就有那些啊 高于普通这些藏家 鉴赏能力的这些行家 给他进行讲解啊 他花了钱以后啊 能够快速的提高自己的认识 而对于没有这么多钱的那些藏家来讲啊 他就必须得通过 他自己的这个学习钻研呢 对这些认识水平进行提高 收藏达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都是通过藏家对这些作品的认识 好像不是为他自己提高认识 他可能特别在意其他人 对他收藏这些作品的评价 那么其他人对作品的评价 如果和他自己产生分歧的话 他又不能完全相信他自己的评价 因此他最终呢 就得出了就是说 他的作品呢 被打压的这种结论 那么如果呀 一个藏家你能够深刻的认识 你自己的这个作品 你知道他所有产生的这些背景 包括他的真伪的话 那别人是打压不了你的 你之所以被打压 其实还是由于你自己 对你自己藏品的这种认识和理解不足造成的 你能够明确的认定 你自己手里拿的是真品 即使有再多的人 说你这件作品是艳品 你心里也要把握 它就是真的 那你要有这种把握的话 那别人打压不了你 那只能说呀 其他人否定你这个作品的时候 只不过他那个认知水平 还没有达到你的高度 对于这种藏家对艺术品的理解 尤其是那些花了钱的藏家 他在任何的时候 他都不愿意否定自己 对这件作品的看法 即使他买到了错的 他也不愿意承认 因为这种收藏 一旦这个藏家花了钱以后 他一旦承认自己是错的话 那基本上就证明了 对自己认知能力的一种否定 因为毕竟对这些作品 进行研究揣摩的 这些研究型的收藏家 在收藏者的比例当中 所占的份额极小 你比如说 在2018年 伦敦苏富比拍卖一件当代的艺术作品 就是一个撑气球的一个小女孩 她那件作品当时成交价是140万美元 但是在现场成交的时候 谁也没想到 这件作品刚落锤 她这件作品的画框里边 就被当初的创作者 他就暗设了一个碎纸的机关 也就是这个作品刚以成交 这件画作的那个画布就自动的 被他那个画框里边的那些碎纸机 就给粉碎了 就是当时这个场面 在那个拍卖会现场 也震惊了所有的这些 这个出席拍卖会的这些收藏家 那么这件作品呢 就后来啊 艺术家本人介绍 他说他设计的这个 粉碎这件作品的过程啊 就是他创作的一部分 当然这件作品最后啊 被那个付140万美元购买 他的那个买家 还是给买下来了 那你像这样的创作呀 你在那个现代的这些 艺术品收藏当中啊 他就完全颠覆这些 藏家的这种认知水平 因为从艺术本身来讲啊 艺术的作品的完整性 以及他的这个品项啊 都是收藏家非常在意的 而这幅当代作品呢 在成交以后 尤其是以140万美元 这个价格成交以后啊 他被这个 暗设的这个机关呢 给粉碎了 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啊 那就考验这个买家 他的认知水平了 有可能这个买家呀 他也理解不了 这种行为的这种含义 可能他就是追逐的 这种新闻效应啊 这幅画一旦被粉碎以后啊 马上造成了 全世界的这种轰动啊 可能再次拍卖的时候 可能会更值钱 也可能呢 是这个买家呀 他并不能完全理解啊 这个艺术家本身最后 为什么要设计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说要把一幅成交的画 把它破坏了 也可能呢 他自己又不愿意承认 自己这种对当代艺术的 理解的这种落伍性啊 可能就硬着头皮啊 就把这件作品买下来了 但不管怎么说吧 最后这件作品呢 最终是成交了 但是对他的理解啊 不管是这个参加也好 还是观众也好啊 大家可能在头脑当中啊 都有自己各自不同的想法 因为大家如果要是想法相同的话啊 他就不可能出现当时那个拍卖现场那种气氛的 非常那个诡异的那种状态 那你一件成功的那个作品拍卖成交以后 大家应该都是比较高兴 给他进行这个祝贺才对 而那件作品成交以后 那显然很多人对他最后的那个程序啊 都是抱有那种非常震惊怀疑的那种态度 而对于古典艺术 他就没有这种过程啊 古典艺术辨别他真伪的所有条件都具备了 那那个藏家对那件作品的判断 可以告一段落啊 他就没有后来说的这个情况啊 你买一个永乐的这个花亭 然后刚成交几千万 那卖家出来框一下 把他砸的地给砸碎了 那你说你还能要这件作品呢 因此像这种情况啊 你不管买什么样的作品 不管是买古典艺术 就是判断他的真伪啊 或者说买现代艺术 你从来没有见过的那种艺术表现形式 无论是给这种作品啊 估多少钱 你花多少钱买 最终体现的都是你的认知水平和认知能力 也就是说你为你自己的认知能力付了钱 也许你买的物有所值 也许你就是充当了一个先锋艺术的这个实验品 但不管怎么说 最后的这个收藏的作品的本身 都代表了一个厂家的认知水平